台韩网11月30日讯综合台媒11月29日报道 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大败后开始抓战犯 而农业界大败的主因被归咎于蔡英文亲信 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吴银宁的错 认为北农身为全台最大输国产销平台 在他的领导下却没能有让农民满意的价格 导致农业界翻盘 北农29日召开董事会 会中有董事提出临时动议讨论吴银宁的人事案 最终公过解职吴银宁 28日 针对吴银宁的屈留问题 台农业部门负责人林聪贤曾表示 吴银宁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 台农业部门可以跟台北市政府 好好谈专任总经理的人选 但据台湾联合报29日报道 吴银宁曾私下透露不会主动请辞 29日早上吴银宁又在记者会态度强硬表示 他不会在强势的谎言下低头 明确表达不接受被下台的安排 吴银宁 2017年6月出任北农总经理 接任不久便被爆出坐领250万元新台币年薪 却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 被岛内舆论村为高级实习生 接着是北农在2018年农历春节不当休市 20天内连续休市累积达11天 导致果菜价跌风波 吴银宁则神隐 一周后仅说了一句不好意思 而用公款购买蔬菜残货送到 表哥担任乡长所在地的社会福利团体 给民进党台北市党部送60瓶洋酒 以及用公款帮民进党绑装等 都引来检方调查 更厉害的是他拒绝监督 拒绝进入台北市长议会被寻 以及先骑北农第一市场改建风波 都肆无忌惮杆上顶头上司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够格 业务能力差 政治反应迟钝 无知傲慢 重挫民进党形象 对吴殷宁的质疑与批评声浪四起 甚至在今年6月民进党内已传出要换人止血 但是 吴殷宁就是下不来 蔡英文更发生定调 吴殷宁不是政治人 应该给予协助 举全党之力力保 这只物入丛灵的小白兔 如今民进党战败之后 吴殷宁的去留终于尘埃落定 据报道 蔡英文长期以来多穿着柬朴素净西裤套装 出席各场合 通常以黑、灰、白居多 也不特别化妆、戴首饰 简单说没有特色就是蔡英文的特色 农运出身的吴殷宁也是如此 蔡、吴两人都是清汤挂面的利落短发 也都没有特别化妆 都戴着半眶眼镜 确实让人感到颇有相似之处 仔细观察 吴殷宁与蔡英文的神态 言行十分相似 有人便称吴为小财英文 估计看 你 估计看 你 估计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